其实我喜欢穿那种宽松的帽T 还有大学T 然后配个小短裤我就这样出门了 然后其实我为什么以前都喜欢这样穿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很不喜欢穿钢圈内衣 但是女生就一定要穿钢圈内衣 那我当时就是很不喜欢 所以我就买那种很多这种小可爱 小可爱式的 然后它是里面有就是内衬罩杯的这种 然后我那时候很常这样子穿 然后穿到我以前的男朋友还跟我说 他说我怎么觉得你有时候 有胸有时候又没胸啊 然后问这问题 对 他就开始觉得我穿衣服怎么 有的时候看起来有胸有时候没胸 因为你知道穿这种没有钢圈的这种小可爱 他不会有挺的效果 对 他就是挺胸 而且你胸不会往外 除非你真的是 俱如J罩杯或什么 才会 也才会有 我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不只被前男友嫌弃 然后我还曾经有被男性友人 然后他就 因为我男性友人就像姐妹一样 他就姐妹就给你最忠实的劝告 他就跟我说 刘萱我觉得 你怎么越来越有点方块胸的概念 这俗车的肌胸 对 然后他就觉得我胸部好像 方块胸我第一次听到有这个形容 方块胸就是很像 男生的胸部就是方块胸 用力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胸肌的样子 有时候我又穿大雪梯 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你看我就穿比较宽松 但你看这样子就穿了就看起来就是没胸部啊 对 对不对 然后你看我这个我穿比较宽松 就是完全就是没胸部 我即便背一个夹电包在中间 对 都没有凹进去 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放 可是其实我是有胸部的 我是真的有胸部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产生这样的一个世界 就是因为我就是为了 我为了要就是轻松方便 然后我就选成这样穿 因为女生穿钢圈的衣 其实说实在穿一整天真的不舒服 对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以前男友也这样嫌弃我 那男生朋友也这样劝告我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就是女生的穿着女人味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整整 这就穿揪的 你看就像男的吗 对 不过也是还蛮潮的 我穿睡裤不好意思 所以你平常这样穿 大家都是都接受 就是男生好像看来就比较不会有那种 觉得你是个女人 所以你觉得内在美很重要 对 内在美后来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像你不觉得我今天就是有稍微 有一点跟照片有点不太一样吗 对 有一个幅度在 我是真的有胸的好不好 有山丘了 然后我另外也有准备一套 就是我觉得穿起来可以显现女人味 但是又简单 就是你衣橱里面一定会有的东西 我换一下 好不好 现场帮我们换一下 现场换一下 你等一下要记得穿衣服出来 我会 我会 好不好 你就怕他一次狂一波 就是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 然后什么 我会 我就换一下好不好 那就麻烦你了 中勇回来了 欢迎刘璇 好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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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紧身的 可以耶 刘仔裤 可以耶 因为我跟你讲 男生其实很喜欢女生 展现女人的限量 对 所以你一定要紧 一定要贴身 对 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侧面看的时候 这个 屁股很像 对 而且你的重点 女生一定都会有一件 就是你的内在美的部分 也就是 就是因为如果我要是穿紧身的衣服 然后你穿一个就是 像我刚刚那种平口小可爱 你的胸型肾会变得很可笑 会很平 很平 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内衣呢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我拿给大家看 我有带一个标准来 你穿过吗 我 这件是你穿过的吗 我 你不要再这样讲 我洗过 我是不方便接话 有 有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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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它这个内衣 它有一个微笑双弧线 所以一般的钢圈内衣 通常就一个钢圈对不对 它现在多了一个缓压弧 所以就是让这个钢圈 卡在这边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就是压迫的感觉 我当时就是因为 不喜欢钢圈的压迫 有些内衣它没有这个线 它钢圈又做得太凸 你穿完回家脱掉 这边两条红色 对 这线也会 我都觉得 很难过 我跟你讲 它会陷到就是我这边的印子 有的时候就是你没穿内衣 它还会在 就是多年来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可不可以穿到这边都长紧 我目前是还没有 我现在找到好内衣了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的罩杯是用立体剪裁的 所以它就是会很包覆你的胸 因为如果你的胸部的 这个形状不对 你穿紧身衣 又会怪怪的了 对不对 因为这尤其是 青少女的时候 要选内衣是还蛮关键的 那时候知道 他们做每一款 好像有48种打烊 就是因为 因为以前大家都说 你是罩杯还有什么 你尺寸是多少 那个很讲究的 因为它那个舒适性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 因为它没卖掉 囤货就是压力 所以那个很惊人的 内衣厂商是做这个事 而且它的包覆性非常好 你看像我刚刚这样动 其实我内衣不会这样左右 因为你不可能穿这样 然后我每次男生不在意 我就开始偷偷的敲男 不可能这个样子 一定会被发现的 你们是希望可以固定 对 当然要固定 这么厉害的内衣是谁推荐你的 又我在那边 所以算是我的一个女人味的老师 你会请教她吗 我通常都会请教她 因为她女人味的确比我重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学的 就是有八分样 有吗 女人味有比重吗 有吗 我现在有学的八分样了 我觉得有现在越来越女生 因为你知道后来我穿这一件 然后开始就是穿紧身这样 贴身的去跟朋友吃饭 然后见面的时候 我男生朋友们真的就说 刘璇你有不一样了 所以没有叫你阿勇 没有 叫你刘璇 没有 他们就叫我 他们叫我选璇 这样子 就可以叫我选璇 因为他们发现说我真的有改变 所以穿这个的时候 就是 阿勇 力来啊 但是你知道吗 她这件内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你知道她是 你知道那一女生穿内衣最怕什么 最怕闷热 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的闷热真的很可怕 她是用两杆材质做 她那一层是用两杆材质做的 而且她侧边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很重要 她是用网眼布 看得出来吗 透风 有点像机能的那种 对 她是吸汗跟排汗的 你知道如果你只要不吸汗 不排汗的内衣 你在这边一流汗会痒 对 你知道我以前真的很糗到 就是因为会痒 所以我把衣服这样塞进来 我就这样塞着 你要防止那一根 很臭 很臭 就是那个不自在的感觉 一整天 一整天 所以我后来就这样塞 因为太痒会抓破 对 抓那个不好看 蓝色 蓝色还以为你在干嘛 狂抓 对 狂抓 你看只要一说 每个女生都有这样的经验 阿勇 要把我塞弦坑阿勇 那接下来夏天的话 你就不用 我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我觉得 我可以维持我的女人味一整年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会挑内衣的 是学生时代 小学六年级开始就要穿了 有一点小形状的时候就其实要穿 对 可是妈妈会教吗 当然 女生正在发育期的时候 那个时期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你们会有一种不好意思或害兆 其实我曾经以前六年级的时候 穿了内衣去上课 然后觉得说 大家都觉得我穿内衣很奇怪 我下了课我去厕所把内衣脱掉 放进书包里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觉得 我很奇怪我穿内衣 为什么要穿 对 而且都是男生的那种异样 对 或者言语上逗弄 你会不自在对不对 会不自在 然后比较早发育的女生都会被笑 对 对 做好说 乳牛来了 这种 小男生有时候同言同语 是不是长大 他多羡慕你 对 要当乳牛 所以说叫我乳牛 很多男生的幸运物就是乳牛 对了 我跟你讲 这个是真的 因为对卫生教育 然后对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 成长是会有影响的 对 这内衣真的不错 而且一开始 如果你小时候就选好的内衣 你的胸部就不会长歪 对 有些人会下嘴嘛 外扩 你一开始选择好的内衣 有包袱性的 有支撑性的 就不会长不好 形状也漂亮 对 也漂亮 从小就太漂亮 阿庸真心推荐 阿庸